从阿富汗撤军之后 美国集中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布局 刚刚组成美英澳安全协定之后 美国、澳洲、日本和印度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 首次领袖面对面峰会于9月24日召开 这也是美国总统拜登、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印度总理莫迪和日本首相检议委 今年3月举行视频会谈之后 四人首次举行面对面的会谈 分析认为 虽不明说在中国对印太地区主导力日增之际 这次峰会目的为提升四国在印太的合作 会谈将讨论印太地区的合作 共同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威胁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强调了 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重要性 而印度总理莫迪也呼吁印度太平洋和平 莫里森进一步表示 印太地区应该不受胁迫以解决北京在该地区 日益增长的自信和影响力的担忧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 预计该组织将宣布几项直接针对中国的协议 其中一项协议旨在加强半导体供应链安全 打击非法捕鱼并且提高海事领域意识 他还将推出5G合作伙伴关系和监测气候变化的计划 一个多星期以前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宣布了一项安全协议 根据该协议 澳大利亚将获得核动力潜艇 这一举动受到了北京的严厉谴责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9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批评了该组织 他表示 一个针对其他国家的封闭排外的集团 不符合时代潮流和地区国家的愿望 四方安全对话还将宣布到2022年底 在亚洲提供10亿剂新冠疫苗计划的下一步步骤 这是今年3月四方峰会上达成的一项倡议 美国官员试图淡化四方的安全问题 尽管其成员共同进行海军演习 并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感到担忧 并试图对所有四国施加压力 中国谴责四方是冷战时期的产物 并且表示澳美联盟将加剧该地区的军备竞赛 美国官员还表示 即将卸任日本首相的简易伟 希望与拜登讨论各国最近可能加入CPTPP的努力 他指的是中国 中国最近宣布了加入该地区贸易协定的愿望 我们下期见